弗朗西斯·福山25年前在《国家利益》这本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 被认为是政治学领域的必读之作 他以这篇文章为基础论证自由与民主必然性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意书 则是当代世界哲学的经典名著之一 尽管如此,在福山看来,他在这本书中阐述的一个重要论点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25年后回顾这本书,我觉得它第二部分里提到的有关精神认可和承认的概念没有得到充分的赏识和讨论 我认为这个概念对于我的整个论点是相当重要的,它在今天仍然是重要的 这位《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6月6日在卡托研究所针对他的这篇文章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 精神认可和承认这个概念对于大哲学家黑格尔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在黑格尔看来,整个历史的进程都是由争取承认来推动的 而不是现代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由物质上的自力来推动 福山认为,用他的这个理论就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目前的行为 在他看来,中国正在以切香肠的方式将亚洲一片一片地切割开来 他们根本不关心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那些没用的珊瑚岛礁 他们要的是希望被承认是亚太地区的第一强国 在皇朝时代,这是他们的历史位置 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羞辱之后,他们现在回来了 他们现在说,我们回来了,而美国和日本不承认这个事实 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的议程 有批评人士说,中国威权体制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 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在阿拉伯选取政治中的成功 表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过于乐观 目前在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担任资深研究员的福山说 他不赞同很多人把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 以及管制效率归功于中国的威权统治 我不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威权政府 而是因为它具有行政能力 一个国家要么有这种能力,要么没有 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极权国家 你就一定有这种行政能力 福山坚持认为,他提出的自由民主理念 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尽管目前不少民主国家出现了倒退 他说,我们有理由对现状感到悲观 但是我们应该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历史 VOA卫视,丽雅,任豫阳,华盛顿报道